好不管是天王天后还是你我市井小明 我们常常每天都盯着手机啊 手机现在越来越智慧功能越来越多 也取代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其他的东西了 比如说呢大概不用买照相机了吧 我都没有照相机 用手机照着好了啊 里面话速也越来越好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手机有不同的这个城市啊 还有什么呢就是钟表了 像我每天早上叫我起床的是手机啊 并不是闹钟啊 手表什么现在看时间都是直接手机拿起来看时间的 这个钟表行生意要怎么做下去啊 现在是几点啊 想要知道现在几点钟你会看看手机 还是选择看看手表呢 应该是手机吧 因为它就是闹闹钟的功能啊 手机是蛮方便的 它的字体比较大 想看时间大家一口同声都是看手机 不仅字体比较大 而且和手表比起来相对的不容易忘记带出门 也让历史悠久的古老钟表行面临冲击 头上戴着放大镜有48年功夫的洪师傅 认真悄悄打打挽救客人的心爱手表 我现在看米家的黑金手表啊 那这个销方的手工手表啊 都是人家特地拿来跟你修 对 既成老爸事业这间钟表行一开就是75年 不过近几年业绩明显往下滑 修表和买表的比例将近7比3 夜市啊 还有就是说走流行款式的那些表店啊 还有百货公司啊 我们传统表店是说 他们在他们门缝里面掉下来 我们可以接的话 我们就是靠这些维持生活而已 不仅消费形态在改变 受到国际品牌和路边摊影响 古老钟表行一间间歇业 以台北市盐品北路一带来说 最繁荣时期曾经有70几家钟表行 但现在想找到一间都有困难 老师傅们只能动动脑筋 转型求生存 这位新闻的陈琦雄 王嘉宁 台北报道